OK 今天來介紹一款我自己常用的一個錄音程式 那有在練英文或日文的朋友 通常都會做一些聽力的練習 那你在聽力練習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題目 你可能不是那麼的專注 聽不清楚 那這時候呢 就必須將你的題要記下來 然後呢 我們通常有一些 你自己會買一些錄音的教材 比如說 好 我現在在練習TOEIC 那我來看一下 我自己會把它傳到我的電腦 然後MP3 然後我們會到TOEIC 好 那比如說我現在要錄這個TOEIC 我這是第五題 好 那我開始播放這個錄音檔 OK 然後播放錄音檔的時候呢 我們會去找我們的題目 OK 那我們先把它按暫停 OK 然後我們啟動這個MOO 錄音專家 這是一個免費的錄音程式 他可以去 抓你電腦裡面 你播放的時候可以同時錄音 那前提是你必須開啟的那個 你電腦的立體混音程式 那如果 在這方面有問題的時候 我會再做一個介紹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部分就是說 你在選擇的時候啊 你這邊 檔案名稱 你可以隨便打一個TEST 或者是 比如說 OK 我打一個TOEIC TEST Review好了 OK 假設我打這個檔案好了 那我會存在 比如說我的目錄 那我方便去做一個 後面的一個歸檔或整合 那你這邊的時候要去選一個 就是說 任何的電腦跟語音 為什麼要這樣選呢 因為選這個時候呢 它只會將 你在播放的時候 會直接收錄到你的立體混音程式 就會錄得到你的播放的聲音 好 那我們可以先做一個部分 我們就直接開始按錄音 然後這邊有個暫停 我們先把它暫停掉 因為這時候它就不會繼續錄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去找我們的播放的地方 比如說 呃 我要錄這一個好了 我看一下哈 我們先放它看 好 比如說 OK 我們要錄剛剛那一題好了 那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了 那我再回去 一點點 OK 那我這時候呢 我就按 恢復 然後開始錄音 好 那這一題你錄完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讓它暫停 並讓它繼續往下錄 比如說你看 電腦繼續在念 那比如說 我現在要找到第八題 看人家在哪裡 D D Some bushes are being Number 7 OK Who's recording the meeting minutes today The question or state 好 那我們避免浪費時間 比如說 我們現在要錄第七題好了 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繼續按play 對 然後恢復 然後恢復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繼續接第七題 OK Who's recording the meeting minutes today OK 那我先將 這根先按一個暫停 好 先按暫停 OK 然後這邊播放按暫停 好 那其實啊 你看 我們剛剛就是錄了 剛剛那 前面那個題目 再加上這個地氣題 你可以藉由這個方式呢 去 錄一段 你在 聽譯側面 測驗上面 就是說 需要被 重新再一個複習的一個題目 那這樣的方式呢 會對於你在語言的學習 很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呢 尤其是 對於一些 考試很容易緊張的 那個人很有幫助 比如說自己考試很容易緊張 即使我TOEIC有過了那個黃金 那叫什麼啊 我黃金證書好了 其實我考試的時候非常容易緊張 那我有呢 不斷的練習 才有辦法就是說 去 預防一些 分心或意外的 那我希望這個程式呢 對於想要學習語文的人有所幫助 那 你在用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一些電腦上面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去怎麼去處理呢 我們先看一下 假設啊 你在錄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說 你的立體混音器 有問題 那我們去 如果去找到立體混音器呢 那我們就是按這個 有個小喇叭右下角 我們開啟音效設定 好 我們開啟音效設定之後呢 我們去 找到聲音控制台 OK 我們這邊移一下 找到聲音控制台的時候 你在使用那個程式呢 我們去點一下錄音 你應該要找到一個立體混音 那 我剛剛在弄的時候 就是我的立體混音不見了 我就是嘗試著用任何方式找不到 那最後我怎麼找到呢 其實很簡單 非常簡單 你就是呢 你去找到原來你的Driver 比如說你是Reotag 這個瑞玉的程式 你就重新安裝 安裝完之後呢 它就出現了 那即使沒出現 你到這邊錄音的時候 你可以去 它 你可以去顯示 比如說 去顯示一個已經停用的裝置 它可能是被 按掉 那你在把它恢復成 設成預測的時候 那它就出現了 所以呢 你可以避免一些 呃 事務法去找一些什麼網路上面教的 亂七八糟一大堆 很簡單 你不要做那步驟 真的是浪費時間 你會要做的就是 重新安裝驅動程式 然後啟用它 就結了 好 那希望這一集呢 可以對於想要 練習語言的 朋友有所幫助 那MOO這個程式呢 是免費的 我會放在那個連結的 那個 Youtube的下面的一個連結 那立體婚姻程式呢 解決方式就是這樣子 那希望各位喜歡這次的介紹 那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再幫忙 點贊 謝謝 我會放在這裏面子上來的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您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點讚跟分享哦